當然賴清德還是醫生 我也發很久的 問題是他的標籤已經太重了 所以我最近也在想賴清德 如果動算要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是這樣 第一 戰爭的風險還是會持續存在 甚至會更高 因為你不能叫大陸無法罪 變成面子之爭 今天如果中國大陸把賴清德的當選 當作是台獨勢力在台灣的勝利 我告訴你習近平解決運 所以你何必把那個 叫教民搞什麼 那還有一點 有一點一定確定的 我們先知道 正經動算 台灣經濟絕對繼續壞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出口40%跟中國 大家也知道 最近因為那個大陸都對台灣出交 一下子跟你進鳳梨 石斑 聯誤 釋迦 他每天這樣出交給你吐 這是這樣 大家合作賺錢比較簡單 大家互相拐來拐去 所以 應該這樣講 從 我並不是說 對戴興德這個人 有什麼特別的批評 但是很清楚 正經出來 台灣要台銷管的 絕對壞 經濟絕對壞 戰爭風險一定管 還有一行 大家都心裡有所 從去年8月陪陸續到現在 台灣的外資 台灣人的錢 早晚都會出去 我在台北 有一些好的人 專門在耍錢 小孩 想說 我跟他講一個數字 台北美國學校 你知道 他有跟我講一個數字 沒有記很清楚 很明顯 在這半年當中 台北美國學校 很多學生就 退學了 跑去美國讀 為什麼會這樣 以前每年有幾個學生會離開 現在突然增加 一定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行 這是 歐洲的代表 我跟我說 他說 你台灣要導資 我現在都不敢擔當 他說 等到明年1月 你算出來結果他才決定 歐盟國家 27國 要等於台灣導資還是外 你要知道 歐盟佔全台灣 國外投資的 轉台灣差不多25% 他說其他的國家 來台灣導資 歐盟佔25% 現在歐盟全暫停了 他不知道你這道理 這選料到底是 在旁邊哪 我不知道 所以是這樣 但 出來 最政敵 最基本 你知道 讓老百姓心安就好 你一個人無話 整個大家都心不安 心不安 再來是不爽 我跟你說 我公元2000年的時候 現在阿扁要選總統 我也是醫界後援隊 大條腳 我以前也支持綠營 說起來比較麻煩進黨 但是齁 我實在沒想到說 哇 民進黨怎麼倒路這麼快 有人跟我說齁 民進黨跟國民黨 兩個地方不一樣 我說齁 國民黨參洲禮儀比較好 齁 吃相比較好看 所以齁 民進黨站起來齁 那不是說 整碗跑去的 那些拔就給你吃了料 你知道齁 吃料都倒了給你 我全都拿下去了 這就是齁 人家說吃相難看 吃相難看 我覺得這是這樣齁 怎麼變這樣 那就是傲慢 他就吃定了 不然你要怎樣 齁 所以我跟他國家不可以這樣 吃了 你 吃了 你 你 吃了